病控制中心免疫和呼吸疾病中心 主任南希就介绍说 美国将会出现越来越多 因为接触密切而感染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 他就特别强调 这种全球性致命危机具有爆炸性 而且前所未有 可能演变成一种流行性的疾病 那么美国官员事实上在2月3日也证实了 美国就已经出现了至少11例确诊的 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例 那么新增的3例都出现在加州 那么这位主任就还强调 目前美国当局的目标是延缓这种病毒进入美国的速度 因此全美各地11个机场都已经实施了 严密的入境检疫隔离措施 那么这是在美国 那么这种爆炸性体现在中国最新的消息 那么是截至2月4日的早上 也就是当下了 那么确诊的病例在全中国的范围内是 19,690例 疑似是21,558例 重症是2,296例 死亡是425例 当然相对的好消息就是治愈是623例 那么这是最新的一个情况 显示了这种爆炸性的威力之所在 那么美国的CDC的主任这样讲一个 说中国的病毒具有爆炸性 但是在此之前他经常在给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讲 这不会在美国造成大规模的爆发 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是如何变化的呢 我们有请何刚医生为大家讲解 这个也确实是一个 每一个人都会问到这个问题 尤其美国的这些民众 会对这个CDC 这种口径的突然的 口风的突然转变 提出这种很自然的提出这个问题 到底是为什么 对 那您稍等一下 我们有一位网友一直都在打电话 喂你好 你好是明镜新闻吗 是我们明镜新闻 我们现在是六度头条的直播阶段 刚才看到您在拨打电话 因为我们节目刚刚开始 所以之前并没有接到您的电话 您请讲 谢谢您 是这样啊 我本来是希望能够和平先生接到电话 那现在一切一样 我现在就是转达我的几个看法 你们明镜电视最近非常好 你们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团队 包括你马先生 还有小平 还有和平 这个节目做得非常好 我是你们很长时间的观众了 我简单说 我想表达三个意思 第一 我要给和平先生那个点赞 他那个想点就点 想洗就洗 而且还有 现在要加上一个想骂就骂 骂得非常好 谢谢 不是 我就是说人要有激情 和平先生慷慨激昂 气势澎湃 嗯 的确是如此 而且包括你马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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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骂我们并不是骂我们只是对于现在像在这样一个名乱当头的时候呢 觉得呢我们如果不去几乎一声 不叫醒更多的人的话是我们的失职 那么对于口出粗言呢并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也其实在节目当中并没有证明 只是这种无力感 因为你们面对的 他们对国内这些 他们干的不是人事 干的不是人事 骂得好 谢谢你对我们的肯定 我越对他敬重 越觉得他绅士 越觉得他是君子 谢谢 而且第二 你们有个请的嘉宾的水准也很高 比如说陈小龙博士 还有什么李恒金先生 陶姐 汝南 反正我现在下次记不住 这些群体都非常好 那我现在是要给你们提一个建议 因为你们最近开通了一个好像很多频道都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 你们随时打随时接 就好像把你们这个节目呢弄得有点支离破碎 切割了 好像乱成一锅粥 我就觉得因为你们的嘉宾 包括你们几个主持人都是非常有水准的 应该起码就是一个段落的意思要表达清楚 不要老是被电话给冲断 好的 非常感谢 我就是说 你们可以学一下美国之音 它控制当中一段时间 比如说多少时间接几个电话 而且就对每个嘉宾的讲话要有时间控制 好的 就是不要把你们的节目弄得支离破碎 因为我是希望你们很有水准的嘉宾 就是把这些意思能够起码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了 完整的表达清楚 听清楚就是不要经常被冲断 好的 就是这意思 好的 谢谢 谢谢 我们又有一位嘉宾来电话 嗨你好 欢迎您的来电 马俊先生好 我在日本 日本的观众您好 非常高兴接到您的电话 嗨 这个我刚才在看你们的那个什么 我跟你说说我在日本看到的视频吧 好啊 解鸣和药 这几天呢 这个因为我在日本旅行 受朋友之托呀 会去日本的一些药妆店 去买口罩之类的 目前 我觉得全世界的口罩可能都被中国人买走了 你确实如此 日本呢 几乎所有的药店和药妆店 他对口罩啊 他都是限购的 所有的药妆店 他无论是日本人也好 也中国人也好 还有其他的国家的人也好 来旅行者也好 他都是 有的是限购三包 有的一包呢 里面大概三到五个 他只是限购包数 他不限购个数 有的呢 他一包呢 大概有十个口罩 不同 因为日本的这些东西的口罩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种类特别多 小孩的 大人的 红色的 白色的 黄色的 五颜六色的 但是每个人呢 只能够 这个够三包 我看到的绝大部分是够三包 但是呢 其实有一点挺有意思的 所有的药妆店 估计因为是中国的客人比较多吧 他会写着武汉加油 就是在这个买单的地方 在退税的地方 因为这个日本的很多的要 他的现场直接退税嘛 他都贴着武汉加油 这个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 还是挺有意思的 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 的确让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 就是您所提供这个信息 让人觉得心中意暖 不管是如何的话 尽管是中国人四处都在买口罩 可以说 不仅仅是日本的 全美国的口罩也估计都被卖完了 那么全世界的 中国是口罩生产的最大的一个国家和量最多的 但是突然之间在这个时候发现呢 而中国的生产力也跟不上 调配力也跟不上 储备力也跟不上 医疗的能力也跟不上 这真是一个末大的21世纪的一个 制造业强国和经济强国的一个侮辱和讽刺 那么我们现在因为有一个要求 就是关于每一个观众的打电话 只能不能照顾三分钟 您快三分钟了 要不然我晚上九点钟我连线您 我们做一做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 那么的确呢 像现在观众们刚才那位观众呢 提出了我们的一些意见和一些建议 包括我们这个观众呢 一开始节目呢 就非常热情的来打电话 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了 明镜的一个生存的目前的一个状况呢 在不断的改善 到了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的支持 特别是和平先生的想点就点 想洗就洗 洗呢 现在又加了四个字 想骂就骂 喜笑怒骂 结成文章 对 您的这个点 您真是好 那么您继续一下 关于CDC的这个情况 目前在美国国内和美国的民众所 社会所引起的这种看法和观点 突然之间这个变化呢 也是在此之前呢 明镜就曾经说过 对于美国的CDC的这个 对美国社会的这种安全级别的应对 以及对于中国旅客的应对呢 是有缺失的 那么这个报道和今天的CDC的主任的这个说法 是否也是验证了明镜 明镜之前的这个观点呢 这肯定的 确实是如此 嗯 呃 很显然就是说从 今天之前 CDC主任的这个 呃 公布 这个言论 严重程度 和前一段时间 这个CDC啊 NIH啊 美国卫生部部长啊 呃 这样子的一些言论 包括WHO 嗯 这个一再强调 哦 这个是透明的 呃 中国这些信息 那么还是可以控制的 呃 是有效的 等等了 现在这个情况的 这种说法呢 完全等于时间就把以前全部否定掉 嗯 这个呢 是也很自然 今天我看这个华银春 中国外交部那个发言人还说从1月3号开始 他们就30多次的跟美国方面进行了沟通 嗯 定时的回报 假如说 假如说他这句话是实话的话 这句话是实话的话 那么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 在今天之前 他们跟美国沟通 沟通什么 那不就是疫情汇报吗 对不对 交流吗 呃 这里头肯定是有了很 很大的出入 嗯 而美国方面呢 这个CDC 他也不是吃干饭的这些 有的他也时时刻刻在监 监视着这个疫情的变化 他有这个 驻美 驻中国的零食馆 有这个商务参战 卫生 这个官员 他也在时时刻刻关注这些变化 嗯 同时 他们在武汉甚至就有一个零馆 那么这个都是很容易 他就发现 这个官方说的这些东西 跟他们所得到情报 或者是采集到的数据 有很大的出入 嗯 更重要一条就是说 当已经发生到了封城的这个时候 各国开始撤侨了 呃 有些国家已经封关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 尤其在撤侨的这个过程中 你看这个 大家有个统计 呃 韩国 撤了几批 每一批上有多少 一架飞机上有多少人 结果回到落地以后就发现多少 中招了 嗯 美国有多少人 嗯 这个英国 德国都有 嗯 那么现在包括日本 日本更惨一些 嗯 所以根据他们这个撤侨的比例 然后中招的比例 很容易算出来 就是说在这个人群中 他们的发生这个感染流行的情况 百分比 嗯 那么这些人群 肯定也都还是一些 就是说生活喜欢比较好啊 嗯 商务人员呢 business man呢 这种情况 对 他们还不是那种随便就到大街上 大吃大喝 那个到那种那个什么海鲜市场去 去乱逛的那 嗯 这些人尚且如此 有这样一个感染的百分比 那么可以推算出来 那么一般老百姓会是什么情况 嗯 所以他们也可以得出 就是说这个疾病的传染力 远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 国内说可控可防 只是人不传人 人不传人 甚至说是人传人了以后 还是说可以防的 不是那么剧烈的 但现在显然不是 而且已经表现表明出来 就是说 他的潜伏期特别长 比SARS要长得多 对 我们知道最刚开始的时候说呢 潜伏期有可能会在10天左右 对 10天之内 对 10天之内 现在是已经超过10天 超过10天 两周 甚至有人讲的会最高可以达到20天 对 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 他就可以估算出来 有多少人进出美国 或者进出大陆 包括他自己的公民 进出大陆的情况 甚至具体的就是说进出湖北的情况 武汉的情况 那么他这样子可以进行用数学模型 很快就能推导出来 大概有多少人会被感染 对 而且在什么时间段 速率 您说到CDC的这个情况呢 我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观察 那么我们看到日本有撤销 韩国有撤销 很多地方都有撤销 而绝大多数每一个国家撤出去的人呢 都会有1%点多 有些多达2点几的感染 对对美国没有吗 美国也有啊 这一次200多个人并没有被发现 那他现在还没有到这种程度 可是你看他这个最早就在隔离区的 对 第一个病人 他就是从大陆回来的啊 嗯 第二个也是啊 而且第二个回来以后在芝加哥 就把他老公给传染了 对 人传染了嘛 然后紧接着加州的另外两个 同样是这样子的 那么他这样子很快 他就可以推导出来 嗯 按照这样的一个传播速率 在这样一个人群范围内 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急速他在这传播 这个很容易 流行病学家 他就是搞这些东西 我们从CDC的这个讲话当中 是否主任的讲话当中 可以看出来呢 其实美国越来越认识到 这一次的肺炎的严重性 对于美国社会的伤害 尽管 而且另外一条 实际上他的潜台词 也就是告诉了大家 这个情况在中国已经失控了 嗯 否则他不会说引起世界性的 一个大灾难 这种词 嗯 这就是这个词呢 当今天我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 我也一惊 因为呢 在这一段时间里呢 我们一直都在采访各路的专家 包括美国纽约的疾控中心的 由华尔街电视所采访的 当然明天还会继续再进行一次采访 那么呢 他们之前呢 都认为呢 在美国爆发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今天CDC的这个说法呢 的确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那么这是不是会出现一些 嗯 更可怕的一些事情会发生在美国呢 这也的的确确呢 会引起更多人的一些思考和 观察 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刚才我们的何刚医生讲到了 有关于在 1月3日 华冲营外交部的发言人呢 就曾经讲到呢 他与美国呢 分享了很多的信息 30多条 但是这句话说完之后呢 我看到 特别您给有在一个群里点评了一句 就是骗子总会说漏嘴 您将这个说漏嘴的事 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再 再进行梳理一遍呢 他们就是说这种说法呢 如果我刚才说了 就是说如果是实话 嗯 那就是他真是说漏嘴了 嗯 也就是说在1月3号以前 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个疫情的严重性 嗯 可以具有传染性 人传人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 他要跟美国通报 他太害怕 他就是说要如果不通报 这个以后 因为美国的这个游客呀 或者是商务来往是最多的 嗯 那么造成了美国倒是大流行的话 他们也要考虑这个政治影响 经济呀 各方面的这个代价 他们是承受不了 所以他肯定要跟美国方面 积极的进行这个沟通 同时由于在发生了这个贸易战 刚刚签订了这个所谓的合同 这个这个协定 嗯 这个时候他肯定要做出这种 这方面的这个姿态 嗯 但是至于他跟美国沟通的时候 这个数据 那就有另外一回事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他可以说说多 可以说少 可以说严重点 可以说轻一点 嗯 这个这就就由他们去了 但是所以呢 但是从这个角度讲呢 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跟美国进行了 去频繁的沟通交流 可是 在国内 他对老百姓确实没有这样 嗯 而美国方面呢 从那个时候得到的数据 一直在强调 哦这个 没有什么太大危险 因为我们是low risk 对 这样的 对 在美国爆发量 但今天他突然改口 说明美国已经是 第一 看到了 真实的这个危险性了 就是危险系数在美国是不断的在提高的 那么昨天我们看到已经确认有11例 今天有没有再新增加病例呢 我看到纽约说 说法拉盛有一对夫妻是 是疑似病患 对 还是还没有最后确诊 大概要36小时以后 那美国为什么也要需要这么长时间才可以确诊呢 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说 当他在一个local的hospital 得到了疑诊的时候 就像我当年这个禽流感那个 谈到那个故事一样 他立刻做的事就是这份标本 要把它空运到CDC 那么CDC的是个中心实验室呢 专专项的人员呢 专门的这个实验室来进行复查 甚至这个时候的复查 有的时候它不是一次 哦 不是一次 它要重复实验 多次进行确诊 至少要两次 对对对 那我明白了 那么我们有请这个大洋新闻的岳哥先生呢 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在知道在美国现在是已经出现了像这种说中国的病毒呢具有爆炸性 而在澳洲或者在大洋洲呢那里是如何去看待这样一个病毒的 他们对于这个病毒的级别的提升和认识有什么样的和美国相似吗 对的 现在先简单介绍一下 那在大洋洲啊 主要就是澳大利亚的确诊的是12个病例 那么纽西兰呢也是说风声鹤唳 特别表现在华人中间 但是呢目前呢有疑似的病例已经排除了 那么它的相关的检测是呈现阴性 那么在政府的层面呢 澳大利亚方面在2月1日就开始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从2月1日在过往14天去到了澳大利亚的任何人都不能够入境 到回到澳大利亚进入澳大利亚 那么当然了这个其中的澳大利亚的公民居民 以及相关的直系亲属 他们如果要选择回到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愿意做出撤侨的这样的一个承诺的和保障的 那么事实上呢澳大利亚的撤侨呢 当然引发了一些争议 因为呢根据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 大概是至少包括140名孩童 孩子在内的这个澳大利亚的公民和居民 他们是要回到澳大利亚作为撤侨的一部分 但是澳大利亚撤侨呢 是撤到离澳大利亚本土2300公里之外的圣诞岛 那里呢是囚禁非法移民 以及相关偷渡者而比较知名的一个地方 那么虽然引发了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人权歧视或者歧视的这样的一种质疑 但是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政府是非常重视 也非常担心这一次的疫情 可能会延展到澳大利亚的本土 那么这个澳大利亚方面 应该是对美国方面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跟随 那么其实在之前与中国关系上 也可以看出澳大利亚这一届的政府呢 其实对中国也是比较在这个意识形态上 在一些包括在华为的处理上呢 应该说跟随美国的政策是比较紧密的 那么表现在这一次疫情的防控处理 如何把关边境的事态上 也能够看出它是在跟随美国 那么回到纽西兰 纽西兰呢也是消归曹水 在一些重大的一些涉及到国际事务的政策上呢 纽西兰也是高度的参照澳大利亚的做法的 那么刚才提到2月1日开始 澳大利亚就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在纽西兰方面 纽西兰的政府官方就宣布从2月2日开始 过往14天到过中国或者说转进 转机进入过中国的这样的人 是不允许进入回到纽西兰的 但是呢居民公民以及职系亲属 当然是可以回到纽西兰的 那么也表现了纽西兰政府和官方的重视 那么根据纽西兰媒体的报道呢 回到纽西兰的这些人 公民居民职系亲属 他们需要在家隔离 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说呢 有一些中国人当然基于可以想见的原因 他觉得生活不方便 担心受到可能的歧视 特别是华人朋友的歧视 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情况 他们呢就特别是纽西兰 因为澳大利亚是隔离在这个外岛 敌岛啊圣诞岛 那么纽西兰呢是政府希望在家隔离 但是现在我了解的情况呢 有一些国际学校 好的学校的一些学生 他回来以后 他赶在2月2日之前回来之后呢 他们不愿意在家隔离 那么这个在华人的社群中 也引起了一些讨论和质疑 所以呢 也能够看出大家是非常重视这个事情的 那么回应刚才有一位朋友打电话进来 其实在纽西兰 澳大利亚 现在我们口罩 一个口罩都已经 口罩非常难以买到 包括这种洗手的这种洗手液 就是免洗的这种消毒液已经卖空了 销售 一空了 那么很多地方在引进新 在买新的时候都强调 我们买卖洗手液 这种免洗的洗手液消毒液 每个人限购最多只能卖两瓶 那么现在根据我了解的情况 还出现了一个 一个比较有意思 比较尴尬的情况 现在在一些代购的群组 您知道他们传购口罩是从哪里传购吗 哪里 传购的是来自苏丹 那我最新了解的是从苏丹来买口罩 那可能有些华人朋友在苏丹在做代购 但是苏丹的情况可能何医生就非常了解 苏丹在逛多少年 一直被传染病来困扰 他的死亡率非常高 就是因为传染病 那么从苏丹来的口罩 在卫生方面 在这样的一些硬核的标准上 是否能够达标呢 能够让纽西兰的人 华人放心呢 所以这真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当然现在代购的作用 在这一次的疫情中 应该说他可能扮演了一些不光彩的角色 在欧洲 在美洲 包括这一次一些代购 从苏丹来发货 他们有的时候会提高一些价钱 当然我相信这是部分人的做法 但是如果从苏丹来买口罩 已经可以证明 在纽西兰 在澳大利亚 已经对口罩的需求 达到了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这种疫情已经发展到怎样的一个态势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情况 那么问一下 就是说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他们这个口罩脱销 是由于华人社区大量的购买囤积 或者是买了以后 往中国寄造成的呢 包括他主流社会群体 这个他们有这种抢购囤积的情况吗 根据我的了解呢 主流群体 包括这个西人或者说白人群体吧 他们对这个疫情呢 应该说第一了解不少 了解不多 第二呢 重视不够 这个他们可能是没有这样的过往 特别是SARS疫情的一个经历 同时呢 他们对中国的防控疫情的水平 并不太了解 在此前呢 无论是澳大利亚 还是纽西兰的一些专家 他们都表现出一种非常乐观的情绪 认为在中国几百人 在一个14亿个人的基数上 几百人的一个确诊并不足为奇 也不要说引发太多的恐慌 他们也认为呢 这种疫情 因为山远水远 山长水远 他们不认为有很大的可能 会造成本地疫情的爆发 特别是澳大利亚和纽西兰地广人稀 但是现在能够看出来 政府出台这样的一种措施之后 能够反映出重视 但总的来看 当地人西人对疫情并不了解 那么回到刚才何先生所说的 这个主要是两块人把口罩 或者说相关的吸手液买光了 一个是本地的华人 这是毫无疑问的 本地的华人因为信息获取的渠道 还有两边获取信息 既有海外的信息渠道 又有中国的亲戚朋友的信息渠道 所以表现得非常的紧张 可以说是 那么我们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华人 应该说购买了大量的一些口罩 那么当然当地的一些药房 事实上都有一些限购 也是限购一盒一盒买 那么他会问你 你家里有几口人呢 你们是不是需要这么多口罩呢 那么毫无疑问 药房是担心存在着 第二种人 就是说一些代购 把这些货 囤积区企业好 或者做了储备之后 又扒回国内 从中间赚取差价 我没有直接采访到代购 但是我觉得根据我对一些药房的交流 应该说担心代购在中间进行炒作获利 一个是一个现实的担忧 那么现在的很多华人 本地华人也买不着这个口罩了 也非常的着急 所以出现了居然从苏丹来玩够口罩 这样的一种 可以说比较滑稽的场面 确实是 不过有一点 我觉得可能二位 包括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们 可能犯了一个常识方面的一个认知上 被惯性思维所影响了 那是什么呢 其实苏丹的医药生产呢 在整个中东地区 包括在非洲地区呢 是首屈一致的 是吗 虽然我们大家知道苏丹的传染病 以及苏丹的一个社会呢 并不进步 但是呢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很多的厂家呢 都在苏丹呢 建立了自己的生产药器 特别是我们知道 中东地区的药品呢 绝大多数呢 都是由苏丹和沙特拉伯 这两个国家生产 当然我们也知道 约旦这样的一个穷国家呢 也是药品的主要生产国 生产药品呢 有几样东西 那么其中有一样东西 是对环境的物料 和水资源的影响 而苏丹呢 我们知道有尼罗河 那么 他们呢 其实某种意义上呢 是牺牲了自己的环境 在很多地方 那么因此呢 他们制造药品的成本 要相对比较低一点 而他们的管理和标准化呢 其实在全世界是一致的 再一个因为苏丹 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国家呢 因为签署了药品方面的 一个特殊的一些供应 关税等等减免 因此呢 苏丹在药品生产方面的质量呢 是可信的 我过去呢 就长时间呢 在中东地区的时候 经常买来的药 我一看呢 是苏丹之藏 包装也不差 质量也不差 谢谢马先生的补充 所以呢 这个 这个观点呢 也许呢 很多人就会惯心 觉得苏丹好像什么都不好 其实苏丹也有非常好的东西 就像我们知道阿富汗什么都不好 但是阿富汗的地毯 堪称甚至超越了 我们知道的波斯地毯 这是一个现实 所以呢 有些地方的 的确可以有能力生产出 我们认为呢 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这一点呢 就是我们可能会经常犯一些惯性思维 就一个落后的地方什么都会不好 不一定的 有时候落后的地方的人和落后的地方的文化 所发挥出来的灿烂 也许是夺目的 往往就是如此 对 这另外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说 由于这些地方的 你像Ebola呀 或者是这些 其他的月季啊 等等这些疾病 传染性疾病 造成的这种 公共卫生的极大的这种危害 所以呢 西方国家呢 他处于人道主义考虑的 他要在那设立这些 最现代化的这个制药厂 而且美国 像莫克 这个Pfizer 这些厂家呢 也会无私的 就是把自己的奉献出来 奉献出来 的确是这样的 不给他们 不需要什么 什么这个专利权啊 你比如说我在安格拉 我们在这个钢果金 时期呢 都会发现呢 那个地方可能是 一切都是破败的 全一个国家 200多万平方公里 是接近上亿的人口 但是你会发现 那个国家呢 总体的柏油马路呢 不会超过500公里 但是呢 咦 他们那个地方最先进的 甚至是 像世界出口最多的是什么呢 不是他们的自然资源 因为他们的交通很不便 你会发现呢 他们的药品 这就是刚才何医生所讲的 无数的这样的一些 良心的企业 包括西方的一些企业 很多时候呢 在中国的观众的心目当中呢 就认为呢 哦 原来啊 西方的这些药器呢 就是讹诈的 就是敲诈的 就是如何把好药不卖给第三世界 让第三世界去 人无法被治愈的 其实不是这样 这一次呢 我们通过中国的武汉的这场疫情呢 其实教育了很多人 我们有一位观众 也是我们的一位网友呢 姓刘 刘倩女士呢 今天就跟我进行了联系 他呢 就是这一次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家 药企公司的 那么呢 他们在看到中国武汉发生的这个疫情之后呢 迅速的与中国武汉呢 进行了联系 并且呢 他们的公司呢 已经提供了非常成熟的一个药品 当然具体情况呢 我们不知道也无法判断 那么我们就连线这位刘女士 来说一说 关于他们是如何去奉献给中国的这次疫情 以及在以往 他们是如何奉献的 那我现在就拨电话给他 对 非常有价值 嗨 你好 刘女士 非常高兴能够连线与您 我们现在是六度新闻的直播时间 那么我们刚才呢 已经在节目当中了 专门讲了一讲 讲了一下什么呢 讲了一下关于 在美国以及西方的很多药品公司 是如何将他们的知识产权 以及将他们的所生产的商品 无私的去帮助这些人 如何的并不像中国所宣称的 好像所有的西方的药企业好 都是去榨取剩余价值 并且是贪得无厌的 我今天在跟您的电话沟通当中呢 我深刻的感受到了 西方公司以及特别是这些药品公司 包括您本人对于中国武汉的 民建压公司的名称您可以说一说吗 这家公司叫Gilead 就是最著名的那个现在的那个药 要在中国开始进行临床实验的 对不对 对 是的 就这个一算一个药 这个药呢 我们公司呢 当时开发的时候是抗了乙波兰病毒的 并不是为今天的武汉病毒而发明的 对 但是呢 乙波兰病毒跟武汉肺炎这个病毒呢 它是同一个家族 是同样都是冠状病毒 对 它包括中东那个病毒 对 都是冠状病毒 对 那么我们呢 当时这个药呢 在我们那个公司里头呢 是做了二期临床实验 二期临床实验 实际是要做成药 还要做三期 对 那么我们实际还是在做三期了 然后呢 这个武汉那个肺炎紧急情报来了 是中国政府跟FDA要求 就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大的制药厂 有一些什么 能够有 能有对这个 现在这个流行有帮助的药 那人家FDA首先见解释到我们 因为我们这就是个抗病毒 做抗病毒药的一个公司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把我们那个做那个抗 肺炎病的那个头 给请来了 说那个咱们得商量商量 你把你们家这个公司里的点翻一翻 什么东西咱们能用得上 现在是演十万果级 这个是在1月24号的事 然后那商量的时候呢 人家就说我们现在是二期临床 还没有到三期临床 所以这个武汉肺炎病毒呢 有没有像我们心里没底 对吧 但如果你们想拿去用 我们是没有意见的 对吧 我们是免费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开了会以后就同意 要把这个药运过去 7月24号是星期五 这个药是27号星期一 就上了飞机了 效率很高 这个不是我们私下传的小套消息 这是官方的 然后呢 在这个情况下 西尔谷那边有一类 中国的那个一个 比较年轻的一个男生吧 他是 好像也是从武汉回来 然后发病 然后他就第七天发烧 已经好像就是这个呼吸也困难了 医生就跟他说 说有一个药啊 还没有上市 也许有用 你如果同意呢 我们可以帮你试试 那么可是你要签字同意 对吧 因为这也事关人命了 嗯 他在这种吸氧率只有50%的情况下 他是签了字了 签了字以后就给他用 用了药以后 第二天烧就退了 呼吸也改善了 什么都改善了 对 新英文杂志 已经快速登了这个病例 对 这个病例呢 就是西雅图的这个病例 对 那么从此以后 好像什么神奇的药出来了 这个当然是老百姓的一种说法 按照医学的角度 出药厂的角度 这个不能叫做药 因为三期临床还没过 对吧 这个不能叫药 只能说这潜在的一个 有效的一个药物 对吧 那么 最定的这个 受的这个270例的这个 这个临床验证的 应该是算三期临床 他这个选的就是说 选的是轻度和中度的 也就是说2月3号开始 应该是在中国时间是现在就开始了 那如果说这个药有效的话 FDA会紧急的批准 那这才成为一个真正的药 对 他这个时候不能收费 真的是在临床实验期间 这个公司 你想想在一个人道 这么大一个危机面前 他哪想的是赚钱啊 他是想了我 还有什么东西能帮你 嗯 的确 的确如此 是的 这家公司是以做艾滋病药 抗艾滋病药出名的 艾滋病药做了一代又一代 他现在基本上可以把艾滋病 控制的很好的 对吧 以前艾滋病是等死了 基本而没得了 现在已经是个慢性病了 一代又一代 对 他把艾滋病可以控制 但是没有治愈啊 不是治愈的概念 而是控制的很好 对 那么再说到另外的一个病毒的病 就是我们中国有很多乙肝病人 还有很多饼干的病人 对不对 饼干的病人也是我们公司发明的药 这个药吃了以后是治愈 也就是说吃一粒少一粒 病人就越吃越少 要是从挣钱的角度 第二个生意 显然是个亏本生意 对不对 但是我们公司现在做出来的药 就是吃一粒少一粒 就是把你治愈了 所以这家公司应该是 应该是按照中国人的标准 应该是很有良心的一家公司了 对吧 他们的目标当然是为了全球服务 也是想 你想这个 以波拉病毒 老实说它是不赚钱的 因为这一个高空过去 下一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以波拉 没有以波拉了 而且它是非常的局部的 它是非常局部小众的一个 就是为了做这个药 而是我们公司就是做各种这样抗病毒的药 你知道吧 所以FDA第一想到了就得想到我们公司 你们家有没有什么东西 对这个新玩意儿有没有招了 对不对 因为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我呢是想跟你们说呢 就是说一方面是我们公司的是这样一个 就是说它的公司的宫值是这样 还有一个这个病毒本身 它是一个我们公司的现在的这个药 还没有叫做药 这个药啊 就这一味药叫做RAM什么RAM-7 还有叫什么东西 是吧 REF开始的这个一个叫法 这个药是一个RNA的一个影配的块 就是阻止RNA合成的一个药 它的作用点在那个地方 这个药呢 就是说它是在冠状病毒的RNA上起作用 所以呢 它在体外做了很多试验 各种这样的冠状病毒 它都做了很多的测试 都效果很好 所以呢 它有点轻轻觉得 诶 这武汉病毒也许能用得上 也许会有效 我们现在就基于这样的机理 才把这个药送到中国去 因为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 嗯 那么现在谈到 国内有些人 比如说上次那个北京的那个王主任 王叫王什么的那个医生 王广发 王广发 叫王什么 王广发 这位医生不是去了以后得了感染 感染了以后 他回到北京 他的治疗呢 听说用了一些抗癌症的药 结果治疗的很不错 那我的理解是 如果这个病毒啊 我现在说如果病毒是要事实啊 因为这个 这个病毒的序列需要确切 需要去证实 但没有证实以前 我们说的东西都是假设啊 这个不能说是一个事实 如果这个病毒的序列 如果被证实 如果抗艾滋病药 如果治疗有效的话 可以说这个病毒上面带着艾滋病的片段 它才会有效 如果是带着艾滋病的片段 以我的推论 就是人工把这个艾滋病的这些 治病的片段插上去 我听这个网上说 有一个这个印度的科学家 他好像看到了有四片 对吧 跟艾滋病有关的 如果这是事实啊 我再说一遍 如果这是事实 这应该是个人工做的 这篇文章现在已经撤稿了 这篇文章已经撤稿 不是 我后来又听说 这个把这个撤了稿 他是要重新再把它报 重新再把它修改一下 有这种说法 对 好的 那么听说呢 听说他是撤了 但是他想重新修改一下 再把它送到哪个杂志 我不知道啊 现在只是猜测 我们现在不能说 这就是这个事实 因为大家没有一个 准确的这个病毒的序列 如果有的话 如果上面能找到 那些骗段 那这应该是个人工合成 如果 这是大师 但你说抗艾滋病 它有效 我就有点 就觉得好像 就不太没赛 是吧 我们应该这样 给老百姓应该这么解释 就是说 抗冠状病毒的药 像一颗子弹 就是说 冠状病毒像一颗子弹 如果你人工在上面 再插了四片 这个艾滋病的片段 就相当于这个子弹上 还插了四片刀 那你这一刹一个准啊 一刹一个准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药呢 是专门打这个 打这个 这个冠状病毒的 而抗艾滋病的药呢 是专门打那个四片 如果这个四片 是艾滋病的片段 那那个药 是打那个四片刀的 我们这个药 是打这颗子弹 那么你这颗子弹 是带的四片刀 实际上作用在哪一点上 你都是有的药 应该是这么理解 这个事 非常感谢 刘倩女士的信息提供 我觉得不管如何讲 当我听到您讲呢 在元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将药品送上飞机 并且送往疫区的时候呢 我们内心都是一种 非常感恩的心 的确呢 这您讲述的 这整个的事情的过程呢 确确实实呢 对于中国去解决 武汉的肺炎的患者呢 是一个非常有价值 并且是一个 非常高尚的行为 谢谢您 并且感谢所有的医生 所有的嘉宾们 谢谢您 再见 不过来呢 也想借这个机会 稍微表达一下 我们自己都是当医生出生的 工作在第一线的医生 它真的很不容易 实际上是用他们自己的命 在换病人的命 应该是这么说 毫不客气的应该是这么说 对吧 确实 非常正确 是这样子 谢谢 完全同意 谢谢 谢谢 我们非常同意您的观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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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刘倩 女士 谢谢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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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就是解释 让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能明白 也不要恐慌 如果我们这个药有用 我们这个药生产起来 也就是说应该是不难的 应该是能送得上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就是希望 将各方的观点和信息呢 汇集起来告诉民众们 对 还有一个我们的生产线应该是足够的大 应该是能供应的少 好的 好的 谢谢 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呢 对对 就让人觉得呢 首先给我个人的感觉呢 就是说 终于有了一个药品 是相对的目前能够解决 并且呢 与此同时呢 也驳斥了关于说 美国政府和美国并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 等等这样的一些外交方面 华冲云的这些说法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一个爆炸性的新新闻又出现了 那就是 如果按照刘倩女士所讲 那么 王广发 吃了 吃艾滋病的药 对他的病情有了缓解 上一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曾经提过 就说呢 可能他是不是得了艾滋病 吃了那个药有用 这是一个八卦开玩笑的一句话 当然呢这个他 也有时候比如说有一种 美国的一种要叫韦哥 本来不是指什么 男性的功能的问题 但是后来呢 这男性的功能有了 也就是歪打成招的事也有过 那么 那么刚才 这位刘女士所提供的信息 一个重要的爆发点就是 如果按照印度的那篇文章 似乎现在的这个阴谋论说 是有了一些支持了 这个您如何看 这个问题比较sensitive 比较敏感 但是呢 在这个问题上 我现在不敢说 就说他们是在把这个 艾滋病病毒的四个片段 什么插入到了这个病毒里 但实际上呢 这个病毒的改造 这个呢 在这之前已经有了 2008年 12年 15年 甚至16年 都有文章 在Nature Science上 这个都有 甚至就是这个武汉 P4研究所的这个 石女士 她作为一个科学家 她当时在北卡 北卡的一个微生物病毒实验室工作 做访学 在那儿呢 他们做的研究课题就是改造SARS病毒 把SARS病毒用人工的方式呢 进行了这个修饰修改了以后 当然 这个做的时候工作 我相信 我基于这个善意的相信 是出于为了制造疫苗用的 因为呢 一个病毒 它要制造出疫苗的话 那么首先要分析出 就是说这个病毒的哪个 关能部分 最最重要 是起到能够激发人的免疫反应的作用的 那么研究这个关键点 而且把这个关键点打掉 或者是换上把它修改一下以后 来增强免疫反应性 这样子来刺激人体或者是动物 来针对性的产生这个病毒的特定的抗体 这个工作是有的 但是至于说是 是否把它作为生物武器制剂来用 这个可能性已经不是很大 因为美国已经早就放弃了这个这种意图 七十年代初 他就已经宣布不再让搞了 赔本买卖根本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 但是问题在哪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工作 在进行的过程中发生了实验室泄漏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故了 就像切尔诺贝利一样了 甚至比切尔诺贝利就更厉害了 那现在已经看得出来 他比切尔诺贝利要更恐怖 那么变成了一个pandemic的一个 就pandemic意思就是全球大流行 这样的一个危机 所以这个可能性有没有 现在还不敢说 那么非常令人就是说感到疑虑的就是说 到今天为止 p4实验室居然静悄悄的一点的声音都没有 没有人出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澄清 甚至好像没有看到他们做任何工作 这个是挺挺有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中国他们要做任何一个工作的 首先得党对批准和同意 这是一个问题 或者是说他做了什么事 他的结果要上报 时不时宜公布 要上面说的算 要上面说的算 而不是以事实为基础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一个大问题 按说他是紧挨着这个 什么这个叫什么海鲜市场 是 是不对 他首先马上就可以分离出这个病毒 跟他现有的手上已经有的多年的那个什么蝙蝠 什么蝙蝠 而且关键上现在还有些人在质疑这个问题 就是说并不是说一定说他们改造病毒 把HIV的病毒弄上去来危害人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他们已经发现这个病毒在蝙蝠身上 那么蝙蝠不是直接咬人的 对不对 这些人没有说谁被蝙蝠咬了以后发病的 很显然是有个第二第三宿主 也就是说蝙蝠 通过咬或者他的粪便来污染了这些感染了 这些第二宿主就比较果子里呀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动物蛇 甚至有人说到蛇 或者是其他的老鼠诸如此类的 然后通过那些动物 比如说人们吃那些野生动物的时候感染 造成了这个这种病毒的流行 而且这个病毒呢又在这第二第三宿主身上 经过长时间的存在以后它会发生突变 对很大的一个变化 最后从原生态的那个病毒蝙蝠身上那个病毒 变成了能够在第二宿主第三宿主身上进到人身上 而且导致人感染 的确是如此 这个是现在很多业内人物 对这个P4实验室或者是所谓的印度人的这篇文章 谈到的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而不是针对就是说 是不是这边这个实验室把这个病毒搞成 嗯插入了四个四个这个这个这个HIV 嗯来来搞成一个什么生物战之际啊 那么王广发吃了这个为什么他就知道吃HIV的这个药 看HIV药就是搞好了 当然很很很容易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联想 但至于我个人来讲 从我的医学知识或者是流行病学 社会学的这方面呢 还有我个人的这个逻辑判断的话 从那个角度看不太可能 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他们是在研究改造一个病毒 原生态病毒 但是是否有泄露 这应该是问P4了 对对对 我们有一位网友打来电话 喂你好 你好马先生 我给你提个建议啊 跟这个病和药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嗯您说我想说呢 就是那位刘女士呢 在接受你的采访的时候呢 我觉得应该让她呢 再多说一些话 为什么呢 我就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恋达人情皆学问 嗯 她呢是有很多资讯里有很多信心给大家的 嗯 我觉得刚才刘指说的呢非常好 你两次都说啊这样这样你很好 我们你等于有点像要赶她走似的 实际上她有话要请 而且她说的话呢 对人心呢是很有很有振奋作用 嗯 嗯 嗯 我就这么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谢谢您提出的建议 谢谢 谢谢 谢谢您的指振 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节目呢 会针对刘女士所讲呢 我们会进行一个专题的采访 那么在专题采访之后呢 会贡献给观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呢 可以进行 细致的讨论 不一样的吗 嗯 今天听的人可能不一定明听可以听到 你早一分钟让他能得到一些更好的消息 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都是有好处的 好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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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